R King Ro ig我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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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尊 各位,我知道我禮ותר了太長啦 啊但是呢,我真的沒有時間去撿好不好 不然 gosh 快到啦 總是要搬一些片子給你看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今天的話 一樣是要拍我們的 Gumjut Ride 的強化系列好不好 這個騎士喔 我個人覺得算是蠻久不見了 至少來幫大家兌現一下我們的約定 OK嗎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是我們的 Fooze 喔~~~ 因為呢 有今天我們不是有開這箱對不對 然後基本上將大部分開關都開給大家玩了 但是呢 我們沒有開強化型的特殊開關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補齊 OK嗎 但是呢 今天的話 因為由於片場的問題 我們只能補兩個型態 所以呢 幫大家補齊一下我們的10號跟我們的20號 喔~~~ 這兩個算是Fooze真正意義上的一個強化型態 尤其是10號 我超喜歡10號的那個型態 當然我們今天除了開這兩個開關之外呢 武器也會幫大家一次開啟 OK嗎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將這兩個型態 玩的徹底 玩到爽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的10號來開箱 第一個10號的一個電力開關 這一整個還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漂亮啊 基本上它整個啊 都採用橘黃色的一個透明配色 看起來跟一般開關真的是有差距好不好 基本上一般開關它都是屬於這樣黑色 然後在上面再配個顏色這樣設計 但是呢 這個不一樣 這種強化型態的這種開關啊 就讓它整個配色啊 還有整個它開關的設計都是做一個大改變好嗎 讓它變得完全統一的一個配色 這個的話是低插板 所以它上面這邊貼紙會稍微亮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上面號碼的話是10號 背後還有一個閃電的一個標誌 它開關的認識的話是圓圈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它這邊是圓形的 按鈕的部分的話就是這樣推 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設計結構 其實推起來感覺還不錯 然後呢 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的10號開關 因為它真的沒什麼東西可以講 然後它也沒有搭載LED燈 我們現在講完之後讓我們的Force來強化一下 這樣就完成我們Force電力形態的一個變身 基本上就是要保留原本那幾個開關之外呢 前面的圈圈開關改成10號的一開關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像 因為它這圖像其實是會改的 它這邊變金黃色的啦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基本上它像是跟劇中一模一樣啦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酷 他們在強化開關就還有一個特色是說 當你壓下去那一瞬間時 它除了手臂這邊啊 因為手臂都會產生武器嘛 之外呢 中間這邊的這個顏色是會做個改變 我覺得它是非常非常之棒 原本的白色轉為金黃色 雖然是這次Force的設計非常優秀的一個點 就是說你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個騎士它的圖像大概長得怎樣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要拿出 來各位 這一把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好不好 這是10號開關專用的一把武器啊 電擊棒 喔~~ 這整把其實看起來還算是蠻帥的 而且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電擊棒的感覺 OK嗎 然後我要先說 其實它前面這些透明件的紋路 我覺得做算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我們稍微來看看它的外觀 然後前面這邊的話 有沒有發現它有做一個大量的那種紋路存在 非常用機械的感覺一個紋路 除了這透明圖之外 下面它再多一個銀色的一個部件 這樣稍微這樣把它卡著 因為它做到電擊棒嘛 所以就變成它上面的部分 做的真的像是一個棍子 再來它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為了要貼合它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才像全黃色做一個配色 然後呢 這邊的話一樣有三個插槽 這三個插槽是應對三個不同能力 這樣會說明 中間這邊的話也有個類似用閃電的一個標誌 高壓電塔 上面都有一些螺紋的一個設計 這邊的話有做個小小的螺紋設計 背部的話差不多長這樣 這次的背部其實蠻好看的 蠻Tier它那種機械式的感覺 然後握把部的話就算沒什麼特別 就是單純一個握板 再來是下半部 下半部的話就算是做成一個大型的卡槽 這個的話可以插入10號開關 發動一個必殺技 這邊有一個類似插座的一個東西的話 這個插座的東西就是可以讓它切換能力做一個使用的 將電的元素發育到極致 然後加上一些插頭的概念 平常你想要插頭就會想要插電嘛 所以我覺得這樣配起來算是蠻特殊的一個設計 採用全黑色透明鍵 欸這設計算是蠻貼心的點 就是說你沒有發動能力的話 結果它這個是不會亮的 來我們先從第一個 第一個是先從右邊 它這邊的話有一個電力的符號 對方每個開關上面都有電力符號 都會應對不同的能力 好帥喔 還有像交錯燈 做出有點像電極棒在發電的感覺 然後我們來稍微聽一下聲音 這感覺非常之不錯耶 它那個 嘶 那個聲音感覺很爽耶 沒想到Forset這把劍 燈光效果跟聲音效果這麼強耶 然後稍微把它拔掉一下 喔它拔掉之後就沒有了耶 喔不錯不錯不錯 這設計真的是非常之用心 我們來測試看第二 就是讓我們的劍變遠距離攻擊 可以射出一個像劍氣的一個電磁炮 欸有有有它這有蓋耶 剛原本是這樣交錯 然後它現在變成從中間這樣運開 有沒有它這個設計是這樣 將那個電磁炮給打出去 很酷很酷很酷 來我們再來測試看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就算是電磁網 可以困住敵人的攻擊 它這個紋路感從這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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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也不一樣 哇很帥耶 我個人覺得這個相較跟前面兩個攻擊性沒那麼強 因為基本上這一招的話是困住敵人所使用的一個技能 來各位我們來測試一下終結技好不好 終結技的話就算是它配合電極棒的形態所使用 所以是要插入這一個 將我們的開關插進去 欸有跟腰帶一樣那個必煞音耶 必煞技相較於前面那幾個來說 我感覺就沒有那麼驚訝好不好 有必煞那帶驚我就算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們講完這個型態之後 來換我們下一個型態 二嫂No.20的一個火焰開關 欸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消防開關好不好 等一下我會說明它為什麼跟消防這麼有關係 然後呢這個的話基本上採用全紅色做一個設計 也是跟我們一般看完完全不一樣 欸這個紅色透明可真的是很帥 我覺得超漂亮的耶 嗯差不多這樣一個設計 其實拉起來還蠻有拉的 有點像那種滅火器啊 他們上面會有那種扣環一定要拉掉才可以使用的感覺 編號的話是我們的20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火焰的標誌 為什麼不說上面這個塗裝還算是蠻漂亮的 有點像金屬漆的那種塗裝 我們現在就把它進行一個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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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變我們的火焰型態的PENSION OK嗎 那整個變得有夠紅 真是紅到爆炸 我們再稍微再給大家清楚看它這邊的一個圖像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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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完這個形態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拿出它的一個專屬武裝 這一把就是它專用的一把武器OK嗎 這一把武器的話它一共有兩個功用喔 我要先說 它其實剛出場的時候我有點傻眼 它可以滅活 也不能講詭異 但是就是因為太多功能了 不愧是五金行Force 感覺有點像是消防隊那種警鈴 終於是這整個也看起來超像消防隊的東西好不好 我們上次經理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前面的話這邊有一個噴射孔 然後它這正前面差不多長這樣 再次這邊的話是產像全紅色的開甲 但是有個比較可惜一點就是說 劇中其實這一塊是會發亮 但是呢 在這玩具裡面喔 基本上是不會的 非常可惜 它中端部分的話有夠像滅火器你知道嗎 尤其是這開關啦 然後後端部分的話 真的就是完全滅火器的一個設計OK嗎 有沒有 你這樣看就是一個滅火器的滅火罐 這個火焰的標誌再加一個箭頭 因為這些像是把火焰排出的一個設計 它有兩個功用 第一個功用的話就是滅火 然後呢這個滅火的話我個人覺得設計最棒的點是 它可以跟腰帶做連動 它是可以這樣裝在側邊 就有點像是將那個滅火器就插在側邊 滅火器消防型態 它第一次出場就要在火場 所以它就使用這個狀態 然後將那邊全部滅火好不好 非常之 欸不愧是五金行Force 什麼都有 這樣火就全部滅光了OK嗎 就真的是這樣玩 因為由於當下火勢太大 所以呢 然後呢 結果這個鞋子可以射出火焰球 由於Force的面對這個敵是可以一直射火焰嘛 它可以將對方的火焰吸收 然後轉換能量將它給射出去好嗎 我們稍微聽一下這個音效 嗯差不多這樣的感覺 這差不多就是它一個必殺技 整體我覺得還行啦 你要我老實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滅火型再帥一點 因為滅火焰會直接把它卡在側邊 然後這樣 這樣直接拉開邊滅火去 我覺得這個算是蠻有創意的一個點啦 我們就一直將Force的這兩個型態開箱 我OK嗎 這下電極棒我覺得設計的很不錯 尤其它那個燈效效果 讓我真是非常驚訝 然後火焰槍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變消防模式比較好玩 因為可以跟腰在做個連動 然後就這樣抽起來到 開始滅火 雖然功能有點讓我無語 但是呢還是蠻好玩的好不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FORCE的一個強化型態 如果喜歡請幫我留言分享每週分鐘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